提前学的课程呢 实际上讲的内容很简单 这个课程设置的最主要目的呢 是为了让大家 特别是那些零基础完全小白的同学 了解会计并且爱上会计 所以咱们这个课程呢 在讲授的时候 基本上你可以听啊 无论是前面的刘中老师 还是刘洋老师 包括我 包括后面可能还会有其他老师 给大家去讲授的时候 都是给大家树立一个故事情节 然后呢 慢慢把大家带入到这个情节当中 后面我们一点一点的认识这个会计 会计究竟是干嘛的 你对这个会计科目产生兴趣之后 你才能够继续去学习 可能有很多同学不仅仅学了初级 他未来还要去考中级 考初快哈等等 我希望无论是在未来的 我哪一个课堂当中 都能够见到熟人 好吧 简单介绍这么多哈 今天呢 是咱们提前学课程的第六轮课程 我呢 这也是我自己的哈 第一轮在斯尔教育讲的第一轮初级会计的课程 咱们主要用的教材就是你们现在手里已经拿到的初级入门一本通 也就是这本书哈 很薄 但是呢 如果你把这本书上的内容能够吃透了 把每一个需要你自己去填写的 比如说本节课的一些课程心得呀 或者是相关的知识点的总结 如果你能够踏踏实实的沉下心来把它写完 那么等你真正去学初级课程的时候 等新大纲真正下发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比别人先走了一步了 这样你先走了一步就会导致你未来去考试的时候呢 你在考场上能够更加的轻松应对 那么在正式讲这门课程之前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翻开这本书的飞页 飞页上呢 主要是想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想要在初级会计职称的考试当中 能够游刃有余哈 发挥的游刃有余 取得比较优秀的成绩 那么你需要至少做到两件事 哪两件事呢 第一个一定是先下手为强 特别是对于零基础小白同学来讲 如果你自己抱着这种特别特别谦卑的心态 空碑的心态 你承认自己是一个小白 承认自己是一个笨鸟 我相信能够来到咱们直播间 能够持续学习的同学 一定心态都是谦卑的 那么此时你一定一定要注意 在你每节课学习的过程当中 都要有所收获 然后呢要有所提升 除此之外你还要有所总结 因为有好多同学 可能这一个课我翻来覆去 我听了好多遍 但老师我为什么就是记不住呢 你可以去想一想哈 在老师给你讲课的时候 在同学们都积极去回答老师的问题的时候 你在干嘛 你可能呢在评论区里刷屏呢 你可能呢这边手机啊 拿在手里看着老师的直播课 另外一边呢可能刷着微博 刷着这个抖音 或者呢还追着剧呢 你想想如果你自己没有这种强大的心理能力 不能够做到一心二用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去挑战自己呢 所以做学习也好 包括你去后面做题也好 一定要做到专心致志 如果你全身心的每天投入一个小时 从现在开始 那么等到你来年五月份 真正去参加考试的时候 你一定会觉得自己全身是轻松的 不会像有很多同学一样啊 他可能在临上考场的时候麻爪了 害怕 老师我不会啊 老师这些东西你都讲过 但是我记不住怎么办呀 你从现在就开始适应自己的那条机遇曲线 那你相信我 等到你五月份的时候 一定会游刃有余啊 这是第一个先下手为强 第二个呢是欲则利不欲则废 其实对于大家来讲 特别是听第六轮的课的同学来讲 你们离报名时间 离真正的新教材下发时间 已经越来越近了 所以从这一个时间段开始 你就应该把自己那个神经哈 稍稍绷紧一点了 那么欲则利不欲则废 他强调的是什么呢 如果后面咱们学到相关章节比较难的 我会在后面的课程当中哈 告诉大家 初级会计十五究竟有哪些章节是比较难的 是哪些难啃的骨头 那么你自己至少每天就是在咱们课程啊 开始之前 你至少要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你先去预习一下 可能在你第一遍去预习的时候 你发现我什么都读不明白 我什么都不会 但是你自己心里会有一个底 我知道这块是我的难点 是我的痛点 那么明天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我一定会好好听课 重点去标记老师在课堂当中 重点强调的内容 如果在课下做题的时候 发现自己还有哪些问题是不会的 那么也是要做好标注的 所以凡事啊 一定是欲则利不欲则废的 还是那句话 归根结底 其实我就希望大家呢 能够秉持着一颗空悲心态 承认自己是小白 承认自己是笨鸟 能够听进去啊 前辈给你的一些建议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到明年 你也会成为前辈 你也会成为哈 那些同学们高高敬仰你的人 而且现在咱们四尔教育 推出这个学习学习勋章 对不对 你可以看看哈 咱们可能有些同学呢 开始这个把自己的一些勋章炫耀出去了 有很多很多高分的同学啊 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 初级这两门课程 你达双百都不为过 因为他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好不好 好了 简单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哈 那么咱们这本书呢 一共主要分成两个模块 啊 一共是呢 分成三个模块 第一个模块呢 主要是让大家去认识一下初级会计职生考试 第二个模块呢 是让大家了解一些基础知识 这些基础知识呢 也是你在本阶段需要去知道 并且去学会的第三个模块就是一些会计分录的实操 为什么把第三模块哈 会计分录实操放在这 因为会计分录是很多很多初学会计的同学的痛点 有很多同学就因为这个一涉及到会计分录啊 就感觉自己肉疼 骨头疼 哪哪都疼 所以呢 他就持续不断的哈 在会计的这种考证路上他持续的在放弃 每次只要遇到会计分录的题 自己直接就放弃了 不会 所以考证的时候呢 迟迟考不下来 那么咱们就用提前学的这个课程 把一些基础业务的会计分录给大家讲明白 讲透了 这样等到你后面真正学到一些重难点的知识 你去编分录的时候呢 也不会特别特别难 那么今天呢 主要是给大家去讲这个第一模块和第二模块的开头 咱们因为是直播课程哈 所以呢 我会实时的去关注咱们评论区上的一些问题 无论你是设备上的问题 还是这个专业上的问题 你都可以及时在评论区当中去反映 一般的设备上 比如说你出现的网络的卡顿 网络的延迟呢 咱们会有专门的小丝瓜为大家去解决 然后呢 如果是专业的问题 你在刷屏的过程当中呢 我也会看到 我会及时的给你反馈 好不好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第一模块 可能有很多同学 对于这个模块 自己都能背下来了 是不是 但是呢 由于这是我的第一节课 我还是要给大家去强调一下 因为呢 他和你之前所做的一些考试 可能是有一些不同的 但是如果有些同学啊 特别是年纪稍长的 比如说你是在15年之前 或者是16年之前 毕业 或者是15年 或者16年之前呢 你学了会计相关专业的话 你那个时候还会有会计从业资格证呢 那么现在咱们初级会计 职称这个考试和之前 会计从业资格证考试 很类似 而且啊 就是把那个会计从业资格证考试取消之后 咱们初级会计职称的考试变简单了 你要知道哈 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它变简单了 那么咱们初级会计职称 它的考试呢 主要是涉及到两个科目 这两个科目呢 分别是初级会计实务和经济法基础 我主要呢 是讲初级会计实务的 如果是参加初级职称考试的同学 需要在一个年度之内 就通过全部考试科目 有些同学我看呢 可能有同学呢 在准备这个驻快考试 也有些同学呢 是准备中级的考试 或者事务师等等 这一系列和财经相关的考试 它可能都会有一个期限 比如说你驻快 是五年过六科就行 中级呢 是两年过三科 但是初级一定要注意 你是要一年把这两个全部通过 所以呢 它难度很低 然后我们初级会计实务科目的考试时长呢 相对来说比较长 是105分钟 经济法基础的考试时长呢 是75分钟 两个科目是连续考试的 你中间不用出考场 因为两个加到一起才180分钟嘛 有很多同学还会设一道提前交卷 所以你真正待到考场上的时间 实际上没有这么长 而且啊 两个科目 你一般情况下都是把初级会计实务的卷子交完之后 然后呢 才开始达经济法基础 所以两个科目的时间是不能毁用的 一定要记住你经济法基础的科目的时间很短 你要想办法高效的去答题 那么咱们经济法基础的老师呢 也会告诉大家 对于法条性质的这些题目 你应该如何的去快速去精识别 105分钟的会计可能对于同学来说 有一部分同学来说啊 觉得这个时间比较少 可能会答不完卷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每一节直播课都能够跟上 老师给你留的作业题 你都能认认真真的去完成 老师给你留的作业 你也能够认认真真的对待 那么这105分钟 大多数同学可能都是用不了的 甚至快的 你可能一个小时就能答完卷 所以此时除了你要保持一颗空杯的心态之外 你还要对自己有自信 你要相信 无论是初级会计实务也好 还是经济法基础也好 它都是纸老虎 一打就死了 嗯一打就死了 好了 然后呢 第二个是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根据咱们2021年 初级会计实务的书籍 给大家整理出来一张思维导图 这个思维导图呢 主要是告诉大家 初级会计实务这门课程 主要涉及到的内容 那么这里面哈 我给大家专门有一块 是用黄字去标注的 这个黄字对于大家来讲 你现在哈也不管 你是用荧光笔也好 还是标上小星星小月亮 等等一系列的 反正你要通过你自己的方式 来提醒自己 第二章 它是难点 是重点 也是痛点 这三点哈 你得记住 难点 重点 加痛点 因为有好多好多同学 他可能到学到第二章的时候 就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了 马上就要抓狂了 而且呢 最惨的一种后果就是我不学了 我放弃了 但是实际上哈 第二章的资产 你如果掌握了其中的原理 你知道了它背后的一些道理 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那么难哈 很简单 因为现在呢 咱们这个抖音公众号上 也在给大家去做相关的这种业务的推广哈 主要呢 是给大家去讲这些相关的知识点 在曾经呢 我在抖音直播号上 给大家讲过相关资产的一些会计处理 比如说像应收款项的简值呀 存获它的计划成本和实际成本的核算 以及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的相关会计处理等等 我呢 会通过这种形式 把大家的一些难点 重点和痛点呢 再给你讲一遍 主要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不断的去刺激你那根神经 让你尽快的去记住它 而且啊 要跟大家去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初级考试 它呢 特别有尺度 特别有分寸 它不会给你东一郎头 吸一斧子的 所以最笨最笨的一种方法 你把书上的那些立体 你都看懂了 看会了 那么初级考试 你也能通过 嗯 也能通过 那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 这些章节分布 咱们呢 实际上一共是分成两大模块 这两大模块 一个是企业会计模块 一个呢 是政府会计模块 在企业会计模块 看着 它又包括了两部分 分别呢 是财务会计 和管理会计 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 财务会计 它是占大头 它一共是 涉及到六张的内容 这六张呢 基本上是正好对应着 咱们会计的六大要素 分别是 看看啊 咱们评论区当中 有多少个同学 还记得这六大要素是啥的 告诉你就把你名忘了 你都不能把这六大要素 给忘了 做梦 你得去想着 都是啥呢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收入费用和利润 所以在初级阶段 会把这六大要素的 所涉及到的一些基础内容呢 给大家去经讲解 通过这种形式 让大家对初 对会计呢 有一个初认识 初印象 然后管理会计呢 主要也是讲到的一些 管理会计基础 这块呢 和你们未来 比如说你要考中级 考驻会 所涉及到的财务管理 这门科目是很像的 但是呢 它也是只是一个基础内容 不会涉及到特别特别深的 但是哈 第七章 它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 特点是啥呢 就是它的计算性很强 会涉及到很多很多的计算内容 所以你可以在旁边标注一下 它的特点就是计算性 比较强 然后第八章 政府会计基础概述 及会计核算 这一块呢 实际上对于很多同学来讲 它也是属于一个痛点内容 为啥它比较痛呢 是因为这个业务吧 在你其他类型的考试当中 它不太常见 那么即使你之前在上大学的时候 是学的会计专业 那么很多高校呢 它也不把政府会计 作为一个重点的收获内容 而且它和咱们日常生活呢 相离的比较远 这就导致很多同学 在学习的时候比较痛苦 但是我告诉你啊 对于第八章的考试来讲 它尺度也是把握的特别特别好 最笨的一种方法还是那样 你把书上的一些例题 把咱们后面给大家发到手的 只做好题上的相关题目 给它做会了 做懂了 做透了 或者你把它背下来 你这一块的内容 基本上也能够拿到 至少70%的分数 所以它啊 没有什么难度的 最难的在哪 还是在咱们财务会计当中 财务会计当中 所涉及到的第二章的内容 第二章的这个相关的内容 在咱们之前的考试当中 最高的时候 能够达到60%的分值 也就是说 如果你把资产 全部给它弄懂了 弄会了 你可能这张卷就及格了 但是呢 资产它又会 它又会和其他的一些章节 相互勾集 相互联系 所以呢 你把第二章学会了 你这个基础打好了 你后面去学 其他章节的时候 也会比较简单啊 也会比较简单 我看有些同学 就在说这个管理会计 是不是 涉及到什么交互分配 各种分配 在计算起来 可能会比较头疼 是不是 别着急哈 也不用过于担心 咱们呢 会有专门的这种计算方式 告诉大家 怎么去学 怎么去算 你把中间那个套路 给它掌握了 那么相关的题目 就不会特别难 好吧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咱们初级会计实务 考试它的一些提型的特点 初级会计实务呢 从这个客观题和主观题的 类型上来看 它主要都是客观题 什么叫客观题呢 就是说白了 就是选择题 或者判断题 对不对 主观题呢 可能对于大家来讲 这是属于一个痛点 让你自己去输入一些文字 然后呢 去写出你自己的理解 所以这就告诉大家 在初级会计实务当中 虽然你在复习备考的时候 需要掌握会计分路 但是实际上到考试 它不会让你亲自去编 不会让你亲自去编写会计分路 但是它怎么去考呢 它可能给你ABCD四个选项 这ABCD四个选项当中呢 都是对题干所表述的业务的 会计分路的表述 那么你需要从这四个选项当中 去选择一个和你 相关的题干表述相匹配的那一个 这样呢 才能够保证你是选对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初级会计实务 它所设到的题型 以及对应的分值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单项选择题 单项选择题 一共是20题2分 总计的得分呢 应该是40分 那么对于单项选择题来讲啊 这应该是属于性价比最高的题目 四选一嘛 你正确的概率在25%左右 所以对于大家来讲啊 一定要在此类题目当中 争取到更多的分数 以便为你顺利的通过初级会计实务 这个考试 然后呢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那么这单项选择题 根据近几年的这个命题规律 咱们去分析一下 它主要呢 分成三类 第一类就是纯文字类的题目 完全是文字 但是啊 你要注意 初级会计实务考试的时候 它的文字量不会特别特别多 比如说涉及到一个经济业务 让你去判断 或者是让你去选择对某一个 比如说特性啊 或者原理这种表述是否是正确的 给你ABCD四个选项啊 让你去选 它的题干呢 都比较短 基本上100字以内 就能够完全把整个题干 大家选项呢 都覆盖到 覆盖到里面 所以这对于大家来讲啊 你这个阅读理解能力呢 是不会特别特别高的 但是你像其他的考试啊 他可能就要求你这个题干 特别特别长 然后呢考察你这种分析能力 所以单项选择题 大家一定要尽量多拿分 这是第一种啊 是纯文字类的 第二种呢 是计算类的 但是计算类的题目呢 可能也不会像大家想到的 哎呀会不会有几十亿 几百亿的这种数让我去算 不会的啊 咱们一般呢 比如说设计到金额比较大的 它可能直接就是以万元去为单位了 或者大多数情况都是 这个以几百或者几千 或者最多最多的几万几十万的 这种情况 不会有特别特别大的数字 所以只要你在计算的时候 N计算器也好 或者你自己用笔去计算 保持一颗特别特别仔细的心 那么这要题你一定能算对的 所以咱们说啊 初级会计考试的真的不是很难 第三个就是编制相关会计分路的选择题 提干可能会给你一段经济业务的表述 然后呢 ABCD四个选项 给你对应的四个会计分路 让你去选择和提干表述相匹配的一个 那么这一类可能对于很多同学啊 特别是会计分路基础不好的同学 这是你的一个难点 那既然你知道了自己的痛点在哪 那接下来你在学习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自己的重心在哪里 嗯 重心在哪里 我刚才呢 看到同学在关心啊 说这个报名时间的问题 今年的报名时间呢 还没有出 但是根据往年来看 应该是在11月份左右 也就是下个月了哈 所以大家赶紧抓紧时间 来看一看自身 第二个提醒呢 是多项选择题 那么对于多项选择题来讲 可能这对于大家来讲呢 是丢分率最高的一个提醒 因为多项选择题哈 他要求的是什么呢 在四个备选答案当中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合提议的答案 错选不得分 多选呢 也不得分 但是少选会得相应的分值 所以这相当于又给你开了一盏绿灯了 比如说这道题哈 选择ABC三个答案 ABC三个答案是正确的选项 那么呢 你可以选A 选一个A 或者选一个B 选一个C 也可以选AB AC或者BC 当然最好的一种方式 就是选择ABC 那么你二分 这道题的二分你就得到了 但是你说我把ABCD全给选上了 那么这道题你就一点分都没有了 所以呢 咱们在做多项选择题 包括后面有一个提醒叫不定项选择题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这颗谨慎的心 尽量选对 在你能够选对的情况下呢 全选上 这个全选上哈 不是说你把ABCD四个选项都选上 而是呢 把对的选项你全选上 那你如果不能够保证这个正确率的话 你咋办呢 那你就保守性原则 选择呢 最相关的 最正确的 你自己最拿得准的 选项啊 那么为什么多选题会比较难呢 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跨章节的属性 比如说前面给大家说了初级会计实务 八章的内容 对不对 那么在会计 财务会计当中 这六章可能都会相互结合去进考察 那么如果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没有形成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框架性思维 那么你在做题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知道 因为它题干出的就是东一郎的西一斧子呀 对吧 这一句那一句 天上一句低下一脚的 那么你可能自己就迷失了方向 那你怎么办 这个呢 也是我在讲课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个要求 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就是我会要求同学们 跟我一起去复述一下 咱们今天课程所讲的内容 那么在复述的过程当中呢 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去画导图 这里面哈 我要给大家去强调一下 你们所认为的导图 和我最终想要的导图是不一样的 你们觉得 因为之前在上面寿的时候和同学们呢 接触的比较紧密哈 我真的看过有很多很多努力的同学 这个努力呢 是带着引号了 他会干嘛呢 他会写导图 但是呢 这个导图是怎么写的 比如说像咱们这个书哈 现在呢 是属于纵向排版 章 节 然后知识点 对吧 然后呢 他在写导图的时候 就把它变成横向的了 先写成 第一章 第一章 然后呢 第一章分成几节 一节 二节 三节 然后呢 开始抄标题 第一个知识点是啥 第二个知识点是啥 然后把书呢 变成横向排版 我告诉你 这样对于大家去提升 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而且可以这样 这样去说哈 你这个努力就是带着引号的努力 你把这个导图画完之后 你还是不知道考点是啥 你还是不知道这节课你究竟哪块是不会的 你还是不知道我后面应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所以在后面啊 我真正去给大家去上课的时候 我会重点去带领大家去画导图 而且我告诉你 如果我这个导图的方法你学会了 你get到精髓了 等到后面你去学终结也好 去学筑块也好 只要是一道会计的科目 你都会自己在脑海当中慢慢慢慢的 你都会形成一种框架感 等你再去做综合题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不难了 所以啊 一定要注意 后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带着大家去画导图 画导图 然后呢 第三个提醒是判断题 判断题对于大家来讲 也是属于 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题目 他呢 可能要比前面咱们说的单项选择题 性价比还高 单项单项选择题呢是四选一 刚才说了 正确率呢是在25%左右 但是判断题 它的正确率就更高了 要么是对 要么是错 记住啊 咱们可没有这个种 这种什么 你既可以是对的 也可以是错的 咱们一定是非黑即白 所以呢 对于判断题来讲 大家的这个正确率 会在50%以上 所以这块十分 尽量啊 咱一分都别丢 而且他考察的很简单 最多的情况可能就两句话 基本上都是一句话 给你个表述 然后让你去判断一下 这个表述是正确的呀 还是错误的 你只需要做出正误判断就可以 所以他是性价比最高最高的一类题型 那么对于大家来讲哈 复习的时候 痛苦 最痛苦的点 在哪呢 就是不定向选择题 我讲到这的时候 可能大家已经发现了 我这个语言啊 与调都开始沉重起来了 因为这个对于很多初学会计的同学来讲 特别是 你可能第一次去上考场 前面呢 你也没有好好去复习的这种同学来讲 你看到不定向选择题 你可能一个题你都不想做了 因为你发现你做不下去 这几个 就是这一个不定向选择题 后面可能会附着很多很多个小题 那么这几个小题呢 都是和你整这个整体的题干是相关的 如果你自己记忆力不太好 然后呢 自己这个知识连贯性不太好 知识的脉络框架感不太好的话 那基本上不定向选择题 就是你必丢分的题 而且你看一下哈 不定向选择题 他所覆盖的分值是在30分左右 除非你能够保证前面的单选 多选以及判断题哈 你不错 或者是错在10分以内 你可以不定向选择题 一分都不要 但是这种情况哈 很少 但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 就是不定向选择题 它是完全可以通过你后面的一些强化训练 专项训练去提升的 所以呢 可能大家哈 你们现在呢 没有拿到咱们这个 只做好题的书 咱们只做好题当中 专门有一个模块 就是来刺激大家的这个薄弱点的 让大家专门的去训练自己 不定向选择题 而且如果大家把相关的题目 你练懂了练会了 这块真的不会对你通过考试哈 构成特别特别大的障碍 因为它都是有套路的 而且每年呢 命题的点 它也都是固定的 所以还是那句话 多练习 做好练习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里面呢 我又给大家引出来了另外一个点 叫做好练习 也是之前哈 我在上面寿的时候 因为可能拿我之前的这种 直播课程去给大家去讲 这个什么初级哈 不太有发言权 但是面寿 我会更加的呢 和同学们去面对面的去交流 我是看过很多很多假努力的同学 就是还是带引号的同学 带引号的努力的同学 他们在做练习的时候呢 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题目 可能咱们哈 在做的同学呢 也会有 老师 我买了好多好多的题词 买了这家的 那家的 然后呢 我自己也做了好多好多的题 但是为什么我真正到考试之前的那场模拟 或者那几场模拟的时候 我不能够取得相当好的成绩呢 没有达到我心里的预期呢 那实际上就是在说明哈 你平时这些练习是属于假努力的过程 因为你可能只是在做题 但是你缺少了一个叫复盘的过程 复盘 啥叫复盘呀 复盘啊 绝对不仅仅是把你相关题目的答案 你自己对一下啊 这要题答案选的是A 我当时选的是D 我改过来了 这不叫复盘 复盘一定是要找出来 当时我是咋想的 哎 我为什么当时就觉得选项A是对的呢 那么为什么答案 他就偏说是选项D是对的 你要先看一看 A和D两个选项 究竟和你自己心理预期 究竟差在哪 B和C虽然你没有去选 你虽然没有掉到相应的坑里 那么你也得去理解一下 B和C它究竟是错了 还是对了 错错在哪了 对是否是我应该重点掌握的一个理论呢 一般哈 在考题当中出现的理论 都是大家需要在平时练习的时候重点关注的理论 所以除了要做好练习以外 还要去进行复盘 那么有很多同学可能还会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老师我做的题越多是不是我的分数就越高呀 我现在也想问我同学哈 你觉得这样的他俩就是我做的题的数量和我最后的成绩的分数会有直接必然的联系吗 不会的啊 不会的 一定要注意 咱们会计类的所有考试 无论是初级中级 诸快 包括你后面可能会考一些国外的证书 它都是不太适合用于这种提海战术的 因为提海战术呢 一个是耗时间 另外一个提海战术 你选择的题 可能有些同学啊 去百度上去下载一个题 然后就开始做 但是会计呢 他做一名一门这个社会学科 他有很强的时效性 他每年都会发布一些新的准则新的规定 那么这些规定 比如说你2008年的题 你到2021年再去做 你2021年会出台一个与他相关的新的规定 那么此时你再去做题的时候 他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能站在2008年的时候 你去看 这条题 他的表述是正确的 但是到2021年的时候 他就错了 所以由于题目就有时效性 大家不要自己去找 一些偏题啊 怪题 难题等等 这一系列的题 对于大家来讲 你很有可能在复习的时候就走火入魔了 然后就觉得 哎呀老师我这也不会 我那个也不行 我咋整啊 因为之前啊 真的有同学在微博上问我 老师我咋整啊 我这个也不会 我这个也听不懂 这个题我怎么做 我都做不明白 咋整啊 咋整啊 那就告诉你 一定要回归到本真 跟住一个老师 跟住拿好一本书 此时就信他 然后呢 跟住他 你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 这个是不定向选择题 所以大家后面等到咱们真正开课的时候 一共两本书 一个是打好基础 一个是只做好题 把只做好题当中所对应的不定向选择题 你现在不能做哈 等到马上 这个整本书都学完了 踏踏实实的沉下心来 把对应的题目 全给他做懂了 做透了 这一关你就过了啊 这一关就过了 嗯 然后有同学说 分路都看疯了 是不是啊 那么所以呢 刚才也给大家说了 咱们这个第三模块 就是专门带大家去练习 你们在后续学习的时候 会用到的一些会计分路 你把这些掌握了 然后呢 自己没啥事的时候 看一看 是不是啊 现在年轻人的一个通病 年轻人哈 我也是个年轻人 年轻人的通病是啥呢 就是睡饱觉 所以可能就是有很多同学睡不着觉是干嘛呢 可能会听相声 对吧 然后呢 可能会看这个书 因为觉得看书催眠嘛 我之前也曾经试过哈 我说我听听会计的课吧 但是我发现我听会计课吧 越听越精神 所以这就是每个人哈 他刺激神经的那个点不一样 如果你觉得 哎 讲讲老师上的课就具有这种催眠效果 那你每次哈 在你睡不着觉的时候 你就把我的视频打开 没准我就伴着你一起去入睡了哈 就像郭德纲说的 是的 这个 他在前多少年之前哈 就是讲相声 对好多好多人都有这种赔睡之恩 对不对 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 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有一根神经 他实际上是醒着的 那么你这边放着相应的课程 或者是相应的相声 你可能他也在刺激你的记忆 所以哈 一些记忆的方法呢 他实际上也是有窍门了 但你说会计 初级会计实务需不需要背呢 会需要 但是不完全需要死记应背 你只需要把背后的一些原理 给理解透了 其实就够了啊 好了 不定向选择题 那么咱们单选题和判断题 刚才通过分析呢 一共是50分 它是属于咱们这一套卷子当中的基本面 如果你单选和判断 这两个阵营你没有守住 那么你想要把你初级会计实务这门课程通过就不太可能了 所以这就要求大家啊 一定要打好基础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 眼高手低呢 以悦也废 这句话我希望会成为每一个同学的座右铭 所以在这一次提前学的课程当中呢 主要是给大家 带着大家去学一些基本概念 然后呢 让大家稳步的去入门 相关的模块呢 会有专门所对应的练习 还是那句话 在每次课下课之后 同学们要踏踏实实的 把老师在这节课 给大家强调的重点 自己过一遍 然后呢 把老师留的作业 好好的去做一做 跟住每一次直播课 最后你肯定会赢啊 提前学 咱们早起的鸟呢 一定是有虫吃的 但是如果你是刚刚来到咱们直播间的 就是之前的那几轮呢 你没听 你说晚不晚呢 可能相对于咱们第一次 开提前学的课程的同学 就开始参加进来的同学来讲啊 有点晚 但是 针对于初级会计实务 初级会计职称 这个考试来讲 你其实还早得很 你可以去数一数啊 正常呢 是在五月中旬考试 然后现在呢 是十月中旬 你将近还有七个月的时间 七个月的时间 你想把两本书都给它吃透 其实是很容易的 还是那句话啊 记住 你每天拿出一小时的时间 好好的去学 沉下心来去学 不要为外界的任何事情所干扰 等到明年五月份冲刺的时候 你一定会很轻松 好了 第一模块呢 是关于初级会计职称考试的一些 相关介绍 那么可能有很多同学呢 是已经听过好多次的 有很多同学呢 是第一次听 我不知道现在同学们 对于我刚才所讲的这一模块 是否有一些问题 如果有问题呢 你可以在评论区当中去留言 如果要是没有问题呢 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模块 是基础知识 英知英会 那么在这里呢 我会给大家做一个小插曲 啥小插曲呢 我刚才不是给大家做自我介绍了吗 叫啥 是不是 但是实际上在PPT最下边的 这两个栏我没有去介绍 你会发现每一个老师啊 他可能都会在下面 给你相关的联系方式 那么这个联系方式是干嘛的呢 并不仅仅哈 就是让大家啊 我发了一条微博 然后你们快点来看呀 给我点个赞呀 或者评论 不仅仅是这个 最重要的是 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和同学之间形成这种良性互动 让老师知道 你哪一块是不会的 或者是让老师知道 我哪一块呢 火候还欠缺一点 我及时去调整自己的授课进度 所以大家一定要练习 这个运用好哈 这两个互动平台 分别是小红书和微博 可能在你第一次课 刚刚认识我的时候呢 你觉得 嗯 老师 我关注你呢 可能也行 不关注你呢 我好像也没缺啥 没少啥 但是等到后面 你一旦遇到了一些专业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会突然间想起我 然后呢 你可以在微博上啊 给我留个言 问问 说哎呀 蒋蒋老师 这个问题我不太了解 你能告诉我 怎么去处理吗 我可能在看到的时候呢 就会给大家回复 好吧 小红书哈 不是买的 它不是一本书 它是一个APP 你们好可爱呀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 涉及到的基础知识 需要大家会哪些呢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需要大家去了解一下会计的基本概念 你想想 你考了一个会计的相关考试 然后呢 可能有一天啊 你走到大街上 你遇见了你初中的班主任 或者你高中的班主任 然后呢 你们两个就闲聊嘛 你初中班主任 或者高中班主任就问 哎 小张呀 小李呀 好多年没见你了哈 最近在干嘛呢 然后你告诉 老师啊 我虽然毕业这么多年了 但是我一直秉持着一颗热爱学习的心 我现在在备考初级会计支撑考试 未来呢 我可能就是助理会计师了 然后老师可能就说 哎呀这个会计会计我之前一直都听 那不就是做账的吗 就是记账的吗 你考的干啥 然后你要给他高大上的说出来 会计可不仅仅是记账 会计是干嘛的呢 会计他强调的是以货币为主要的计量单位 他要运用的一种专门的方法 核算和监督一个单位经济活动的一种经济管理工作 所以你看着哈 如果我们在这句话当中去提取关键词提取主卫兵的话 那实际上会计他强调的就是一种经济管理工作 所以不要去小看啊 一个会计的职位 他在一个公司来讲 他是属于一个管理港 而且呢会计这个职业来讲 他一定是越老越吃香的 但是啊你你老你老是凭是凭着自己这个资历 去想往上爬也不太可能 因为毕竟现在心涌现出来这这堆年轻有为的青年人 他们无论是从专业上还是从这个证书上呢 实际上是能够斩杀一群啊 之前的老会计的 所以我一直都在说会计这门学科呢 他一定是活到老学到老考到死 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都明白啊 但为什么说考到死呢 就是你会计这个专业 你想要去考证 你只要你想考就会有 对不对 你进阶的路 初级中级高级 对吧 这是一条线 然后呢 还有注册会计师合了并列的一条线 这是国内的 国外的呢 你们可能会听到各种A 对不对 什么ACCA CIA C 这个AIA等等 这一系列的带A的 可能还有比较高级的像这个CFA CFA呢 它并不是属于咱们会计类的相关职称 它是属于金融行业的 金融类的相关职称 但你有一些会计的功底 它也是有利于你去考这种职称的 所以以后啊 在路上再看到你曾经的班主任 你可以就告诉他 我现在在从事的是管理工作 我在做会计 那么对于这个概念呢 同学们需要去掌握一些关键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它的计量单位 计量单位 会计它强调的是以货币为主要的计量单位 会计哈 它以货币为主要的计量单位 这块呢实际上是有考点的 考点在哪呢 有很多题目呢 它可能会这样去说 会计以货币为唯一的计量单位 那你要知道 如果把这两个字最为核心的两个字 给你这样一变 那么整个话 它的画风就转变了 就错了 为啥呢 主要它强调的是很多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 但是唯一呢 是只有一个 会计在真正去记账的时候 包括你去对外出去报表的时候 确实都是以金额去反应 比如说哈 后面咱们看到书的时候 或者你看到这个相关的凭证 你会发现 它都是以相应的金额去体现的 比如说你今天买了一支笔 花了多少钱 你买了CBD的某一个房子 你花了多少钱 最后一定是以钱 以它的价值来进行反应的 但是它不是它的唯一计量单位 啥意思呢 就是你可能在一些原始凭证当中 比如说一些购房合同上啊 还是会体现出来相应的坐呀 台呀 量呀 这种单位 所以要注意啊 第一个考点来了 会计它强调的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 而非唯一 第二个呢 是运用专门的方法 这个专门的方法在初级会计 职称这个阶段 大家主要掌握的就是借贷记账法 也是难倒了好多好多同学的哈 一种方法 借贺贷单独拿出来这俩字 我都知道啥意思 但是呢 就是把它连到一起 把它和会计分路结合 我就蒙圈了 哎 我怎么就不明白 就是感觉哈 那个时候银行存款也不是银行存款了 扩存现金也不是扩存现金了 感觉他们都是披着一张 这个魔怪哈 魔兽的这个外衣 然后来蛊惑我的心 反正我一看上他们 我就蒙 但是你后面 如果真正get到借贷记账法的精髓 能够掌握啊 能够把每一道客观题都去 把这个相应的会计分路都写出来 那我相信你会计分路这关 你肯定能过 所以这也是一个学习方法的问题 核算和监督一个单位 经济活动 所以这里面呢 又出来两个词 一个叫核算一个叫监督 核算和监督 它实际上对于会计来讲 都是属于咱们的 基本职能 基本职能 基本职能俩 一个是核算一个是监督 那么把它翻译成大白话 说的是啥意思呢 核算就是记账 你可能会告诉你啊 班主任老师你说的对 但是呢又不完全对 对在哪呢 我确实有项工作是记账 但是呢我不完全去记账 我还要去监督 比如说你企业的老板哈 今天说让你从这个保险柜里给他提出来 啊 一千块钱 他呢 说看上这个iPhone13了 就手里就差这一千块钱 没有这一千块钱就买不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去想一想 出于出于哈自己的这个心理上来讲呢 我可能这个钱我得给我领导拿 毕竟我是给人干活的嘛 但是出于会计的相关法律法规来讲 你要知道公司的账和个人的账 他一定是相互分离的 你从单位拿钱可以 但是你得有相应的审批条 一级一级的去审批 所以会计在进行这种经济管理的同时 他不仅仅会去记账 他还要去为你企业的经济活动去做监督 要不然这些贪污腐败的 你怎么去查呀 所以哈 这个会计 为什么你在一个单位你干的越久 你可能工资呀 职位就越高 因为只有你对企业的这些经济命脉 你是最为了解的 你知道他钱花都花在哪了 你也知道呢 他的收入主要是由哪一项业务所带来的 所以领导会很器重你 但是啊 如果你想要在这个企业 干到很高级的这种会计岗位的话 你光有一个初级证书肯定是不够的 初级只是给你打底的 你要想着 我要自己去提升 自己去努力啊 最后呢 落到的是 去核算和监督单位的经济活动 一些行政性的事务呢 我们是不管的 比如说今天 单位 八级桶没到 你可以哈 出于自己的这种道义 出于自己的道德 出于对公司的热爱 你把这个类桶给倒了 但是这是不是属于你日常的这种例行工作呢 不是 在会计学习啊 你千万不要抬杠 因为有一些小公司来讲呢 你这个会计真的是作用老大了 老大在哪了呢 就是他啥都干 他呢 自己要身兼会计工作 还要呢 去兼职行政 兼职人力 偶尔呢 还要去兼职保洁 但是我要告诉你哈 从定义上来讲 从理论上来讲 我们会计就是做管理的 管啥 管钱 管账 啊 管这俩 好不好 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啊 会计职能 刚才给大家说了 有两项呢 基本职能 两项 看看有没有同学记住哈 当堂 学的 当堂就要给他记下来 而且目前为止 也没有几个字嘛 刚才说了 会计的职能当中呢 实际上一共是包括俩 两种 两种 一个是属于基本职能 一个呢 是属于拓展职能 基本和拓展 这一块呢 如果从考试角度上来讲 它是属于一个重点内容 基本上在咱们这个选择题 无论是单选 还是多选当中 可能都会有相关的表述 来进行考察 而且还都是考文字性的 因为它还没有设计到数字嘛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会计的基本职能 包括哪几项呢 两 二 拓展职能呢 是三 二和三的关系 二呢 分别是核算职能 和监督职能 核算和监督 核算强调的 从定义上来看呢 就是会计 以货币 为主要的计量单位 又出现一遍 对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 进行确认 计量 记录和报告 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现在呢 就拿 我经常给大家举的例子 就是讲讲蛋糕店 这也是我在诸位快课 讲课的时候啊 用到的 我呢 除了在四尔教育讲课之外 我还给大家开了一个蛋糕店 主要呢 是卖蛋糕 那么卖蛋糕的时候呢 可能我自己 有这门手艺啊 啥手艺呢 不不仅仅是做蛋糕哈 我还会去去计账 那么 我这个核算职能呢 主要是强调的 比如说今天我买了面粉 花了多少钱 我要在账上去体现 我今天卖蛋糕 我卖了这个提拉米苏味的 卖了奶茶味的 或者卖了其他口味的蛋糕 我分别赚了多少钱 这叫核算职能 那么监督职能 他强调的是 对特定主体经济活动 和相关会计核算的真实性 合法性 以及合理性 去进行审查 所以会计在某种程度上哈 他又承担了一个角色 啥角色呢 就是你企业 财务的 警察 但是你这个警察呢 又不太专业 啥意思啊 为啥他不太专业呢 因为监督职能 他只是一个辅助的 真正对于一个企业 他的财务情况 去进行监督的 还会有审计部门 就是财务 这个公司哈 内部的审计 或者外部的这些审计部门 去专门对你企业的记账 记录 或者是这些报表 他的真实性 合法性 合理性 来进行 检查 所以监督呢 你就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 实际上就是一种 检查的职能 检查 这是两个基本啊 到现在为止 就四个字 拿四个字 合算 和监督 你千千万万哈 人家去问你的时候 你别整出来 计算和监督 或者是计算和检查 那样说的都太不专业了 一定要注意 我再说一遍 是合算 和监督 得记住啊 合算 和监督 四个字 别忘了 基本职能 给大家说完了 是两个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 拓展职能 拓展职能 拓展职能呢 一共是三项 分别是预测经济前景 参与经济决策 评价经营业绩 我给大家简单的去说一说啊 这三个他分别说的是啥 还是 记住啊 我后面 所有的 课程开展 都是 来源于我讲讲蛋糕店的故事 这个可能也是随了很多年轻人的心愿了 是不是 客下来一杯甜点 多好 吃块蛋糕 既得到了精神上的富足 又满足了自己的这种口腹之欲 那么什么叫预测经济前景呢 比如说现在呢 我有不同的蛋糕类别 我有提拉米苏的 我有奶茶的 还有草莓的 水果味的 反正哪个都有 那么我通过今年或者这个月 我的营业收入上来看 我就可以分别去判断 我自己究竟是奶茶口味的蛋糕 卖的销量更多呢 还是提拉米苏味的蛋糕卖的更多 还是现在的年轻人更加偏爱水果味的呢 可能啊 我在经营这家蛋糕店之前呢 我有过大面的了解 我知道可能从市场上来看 年轻人比较钟爱这三种 但是对于我所在这个地区来讲 它可能不太一样 我这个地区的人 可能他就比较偏门 偏门在哪呢 他这三个口味他都不喜欢 他就喜欢啥呢 巧克力味的 那就要求我 我在这一个月的经营发展之后 我发现这三种类型的蛋糕 卖的都不太好 我就会想着啊 我这个地段呢 有特殊需求 那我要开发新的口味 巧克力味的 嗯 这是预测经济前景 要看一看我企业未来要通过哪一个方向去经发展 去经提升 去进行改善 第二个呢 是参与经济决策 大多数哈 你包括你去看电视剧也好 或者是你真正的去到一个企业 去从事这种财务工作也好 可能在重大的经济决策面前 除了有你相关的这些管理层哈 比如说什么董事长总经理 在之外 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关键的人物 他必须得在 就是财务部门的负责人 为啥财务部门的负责人 你得在呢 因为你想想一个公司他干啥事 他不得拿钱呀 要么是进钱 要么是出钱 那么这个钱归谁管呢 财务部门在管 所以他会有一个参与经济决策的 他可能会通过一些技术性的分析 来告诉你这个项目 我是上还是不上 比如说现在讲讲蛋糕店 他就想去卖这个巧克力味的蛋糕 我通过技术分析 我通过市场调研 我发现我这段年轻人哈 他就是喜欢巧克力味的 那我在开会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把一堆人 都召集到一个会议室 那么可能这个时候财务部门就否决了 他说不行 巧克力味的蛋糕 如果你去上马的话 可能你要面临一年 甚至到两年的亏损 因为他的成本太高了 而且你做出来的口味 并不 不太可能哈 就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所以财务部门可能就一下子给你否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作为董事长的我 我可能就得去衡量衡量 合计合计 我这个事我是干还是不干呀 干吧 财务部门他那边呢有顾虑 不干吧 我自己又有顾虑 我开展不了这个销路呀 所以我会去思考 财务部门哈 会参与经济决策 第三个呢 就是评价经营业绩 咋评价呀 评价经营业绩 它更多强调的是一种事后性的这种评价 比如说今年 我这个蛋糕店马上到年尾了到收关了 我就要去经清算去经盘点 我得看一看我每天每月每年所生产的这些蛋糕也好 面包也好 我究竟还有多少库存 哪一个类型的蛋糕 哪一个口味的蛋糕 它是库存量最大的 那明年我可能就会调整这个方案 然后评价经营业绩 比如说我这个蛋糕店开的特别特别大 我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分店 那么在衡量我每一个分店 我究竟哪个分店 我明年我要给它更多的投资 或者哪一个分店 明年我压根就不要它了 这些数据都是谁给呢 一定是财务部门给我提供 要看一看每一个分店 它能够给我带来的营业收入是多少呗 看见没 所以啊要注意 一共是三个拓展职能 分别是预测经济前景 即关键词预测 第二个呢是参与经济决策 决策 第三个呢是评价经营业绩 预测决策和评价 所以呢如果你真正觉得 就是记忆存在障碍 存在问题 你把关键词给的记住啊 把关键词记住之后 你就会发现它没有那么难了啊 没有那么难 所以今天呢实际上从专业角度上来讲呢 主要是给大家讲了一个问题 就是会计的概念 以及会计的职能 今天呢因为是第一节课啊 咱们前面呢可能给大家说了太多太多的关于我的介绍 关于初级会计职生考试的介绍 所以从整体上来看呢 咱们课程没有给大家介绍太多专性的知识 这就告诉大家 你在后续去复习的时候呢 也没有太多的这种障碍 太多的这种困难 所以在咱们下次课 应该是周五的时候 在下次课上课之前 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两个事 一个就是会计的概念 会计是干嘛的 以后别人再去问你会计是干嘛的 你千万千万不要再跟人说哈 我就是个记账的 不要自己去贬低自己 一定要拉高自己的形象 第二个呢需要掌握的就是关于会计的职能 而且会计的职能 我说了在历年考试当中 它都是作为一个重点去考察的 无论是基本职能也好 还是拓展职能也好 好不好 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哈 讲讲老师是北方人哈 多久可以看回放呢 大概是在咱们课程结束之后的一个小时左右 就能够生成回放 如果呢一个小时之内没有生成 大家可以稍稍再等一等啊 不会特别特别晚 怎么进班机群哈 咱们班机群呢 你可以去这个官网上去看 就是在右侧好像有三个栏哈 这个客服咨询内栏 然后呢你可以去添加 或者呢你可以去看你购货的那个 无论是淘宝呀 还是什么其他账号上去联系客服 然后客服呢会给你找到对应的这种班机客服 嗯 咱们小四瓜也说了 有相关的进群的教程 然后大家可以下课的时候看一看 好不好 那好了 今天的课呢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最后给大家一句寄语吧 我还是很开心哈 在第一次课呢就能够见到这么多的同学 希望未来的每一次课 我们都能够一起坚持和努力 送给大家两个四个字哈 分别是坚持加坚守 千千万万不要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